一个留学生在法国待了十年 三个月前才回到中国 做过摄影 拍过一些短片 还有做过旅游公司的高级策划 这是个很好的平台 我有机会站在这个平台上 能直接跟老总对话 他不喜欢我 没差 但是有机会让他去喜欢我 郭杰 32岁 山西人 法国 蒙比利埃大学 国际旅游专业硕士 大家好 各位评审好 我来自山西 我叫郭杰 今年32岁 在法国生活十年 今天专业是电影导演专业 今天想招聘的职位 是跟影视有关的 或者是视频 或者是艺术创意 舞台表演也可以 谢谢大家 张老师您好 欢迎郭杰 郭杰今年32岁 有十年的法国留学经历 对 去了以后 是先是学的语言 学了多久 学了两年左右 两年左右 现在法语是什么程度 挺好的程度 挺好的 来 温一帮我们考一下法语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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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你告诉我不同的词词 在中国和中国的旅行 你讨论的词词吗 对 词词词 我认为你有不同的词词 我认为你讨论的词词 这不是的词词 不访论的词词词 Marketing 先生我听不懂 但是他好像说了四遍了 他这个什么状况啊 没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只是问他 因为他学的高端旅游嘛 所以我问的是 在这个高端旅游的这个市场 中国和法国的市场 有什么不同 但是他刚才就跟我讲到 一些自由啊什么 所以我在讲 因为是Marketing 不是Cuteal 不是文化的东西 他的语言怎么样 我是觉得会 他在法国生活十年的话 确实我觉得 好像我只生活了那么几年 好像 你一直是在巴黎 还是在南部 还是在什么地方 我是在巴黎 大约待了三个月时间 然后又去的雅绵 在那边读了三个月时间 然后又去的兰斯 那边的原学校 学了一年时间 我走过很多地方 后来又去的斯塔斯布 就斯塔拉斯堡 在那边读了两年 当时 然后又去的蒙比利埃 很多地方 就是说都走遍了 因为我的 你是好好念书来的吗 没有 因为我的专业 是有三个的嘛 对吧 哪三个专业 一个是 一个是 实际上是国际贸易 偏那个旅游管理 第二个专业是社会学 第三个是导演 你这三个专业用了几年 八年时间 你这八年 都是本科吧 不是 有一个硕士 哪个是硕士 就是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是硕士 第一个 对 第一个是硕士 第二个又学了个 社会学的本科 你念了几年 一年 你那个一年 学了多少门课 就那社会学专业 五门课吧 五门课 就给你一个本科的证书 算是吧 这样子 还有这么美好的学校 说我直言 如果你要是读 那个哲学 或者这一类 它要求法文的基底 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它有很多的东西 你要就是非常熟知 它的这种背景啊 包括文化 而且很多是很难读 因为我有朋友读这个 对对对 读了N多年 还都没有毕业 所以我不知道 您能够在法语 这种状况下 这么快 就能轻松毕业 一年就拿到的一个 社会学的 它是这样子 社会学它不是一个哲学 这样子 这有学社会学的 我是学社会学的 您说 法国的社会学是非常好的 很多大家 你跟我说 法国最有名的几位 社会学家的名字 一位都可以 就说一个 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样就是 或者是 教科师上提到吧 或者 忘记了 当时确实有过背 至少都会学到一个 一名德凯 他是一个法国人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是 我知道他是那个 对对对 是 是 没错 他是哪个呀 他一个是德国的 我忘记 他真的忘记名字 一个是德国的 一个是法国的 当然德国的是韦伯 对不对 对 但法国的理论家 你竟然没记得 我觉得蛮奇怪 目前他的履历的状况 就跟他今天的穿着一样 过度的修饰 过度的包装 现在该是他脱掉外套的时刻了 这样 郭姐 你说 我又说 不该说的话 我强调一遍 我不愿意在这个平台上 做一个很费劲的工作 叫打假 和变真伪 那个过程将使得 咱们双方 特别不坦诚的 处于彼此试探的状态 你也不舒服 我也不舒服 但是现在我愿意把这层窗户指捅破 原因是 社会学很难念 是 确实很难念 你告诉我 你一年 拿到了一个社会学的本科 你刚说的 一年 拿到了社会学的本科 你不知道社会学 法国的大家的名字 法国的学制 有时候 据我所知 是这样子的 你念书是归你念书 但是你有一个毕业考试 那考试如果通过了 它是可以给你毕业证的 这个我了解 但是问题在于说 你也不可能在一年之内 把那些学完 完全没有基础之下 你完全学完 可能还通过那个考试 因为据说法国的大学的 那个毕业考试非常困难 对很难 对对对 它因为有平时 它是等于是入学很简单 但是尤其是你要读好的学校的话 你毕业会很难 它要修学分的 学了些什么课程 有些法律的课程 或者有些那个 社会学的课程有什么 比如说是美国 美国的保险制度 日本的保险制度 稍等稍等 美国的保险制度 或日本的保险制度 绝对不会是在社会学的范围里面 那我就是翻译错了 我自己翻译错了 那可能它不是个社会学 对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证吧 这个证是三个证 反正我一个也看不懂 没关系 所以我想把这个证 谢谢 帮我传给文艺 让文艺看一下 他的三个证书 谢谢 说实话 有很多你也应该知道 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在法国念书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拿不到学位的 因为比较困难 但很少一个人上来说 我拿了三个 不只拿到 而且三个 所以说为什么 而且关键是反差都特别大 一个是国际贸易 是硕士 一个是社会学 是本科 还有一个叫导演 导演也是本科 这个速度颇快 导演是怎么拿到的 导演是申请吗 导演是申请 就是说一个学校 一个学校 你申请进去了 对 他通过面试一个考试 然后呢 对电影本身有一些了解 给我介绍一下 法国的一个著名的导演 叫哥大尔 他怎么 他拍过什么片子 你能告一下吗 这是法国新浪潮 最有名的导演 你能告一下 他拍过什么片子 给我们介绍一下 法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电影 叫四百下 有的就翻译成 叫四百机 我没有看到 没有看 你在法国学电影 不看四百机 断了气 断了气太难了 如果连四百机都没看的话 断了气就难了 你在法国学电影看什么 来 文姻说一下 没有 我觉得他这个不算毕业证了 他就算因为在法国 有很多比如短期的培训 培训班 对 然后我可能看到你唯独有一个 就是你在这个tourism 就是他学旅游的这个 在07年的六月份毕业 他算一个buck5的这么一个级别 能到本科吗 属于这样算 技术学要专科吧 就大专的这一个 因为如果你是的话 法语会是master 他给你的certificate里面 会有master 而且你读上 写得很清楚 你自己读法语的 你自己应该看得很明白 很清楚的 另外 在那个小伙子 你刚才说的那个专业里面没有 谢谢 谢谢 哎 你是在表演的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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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晕倒了 来 各位 现在请我们12位做一下选择 来决定 这位求职者是去是由 稍等一下 我再说一句话 可以吗 12位 选择完了之后你再说话 12位 来选择 谢谢大家 您说 不是 你不是要说一句话 可能是一个 就是 可能是一个文化的差异吧 都不说了 好 好 谢谢 再见 谢谢 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自己 我就说千万别晕倒了 晕倒了以后 第一让人感觉我还是装他 然后第二 对所以说确实一下 然后他后来一天 你是在装的吗 我才意识到我 我倒了一下 不会落下什么雨 不过没关系的 应该是没有事的 确实是一个压力吧 确实一个在场的压力 我最深持的感受就是 肯定是崩了 肯定是崩了 而且这个对我的人生来说 肯定是一个特别大的打击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呃 so I know